项目编号 SCP-015噩梦管道 项目等级 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 SCP-015无法移动 只能原地隔离 任何时候在SCP-015的周围都必须保持2米6尺的空气区域 不允许任何种类的建筑与当前隔离区相连 允许对其进行探索 但必须由配备有足够长度的安全所与GPS的三人小队进行 所有SCP-015的突出部分必须被立即被封死并密封 并标记和记录其位置 不能在SCP-015内部进行侵略性行为 在SCP-015中的任何地方都不允许使用手动或电动工具 不允许对SCP-015的任何地方进行维护或维修 描述SCP-015位于的一间被一团管道 通风管 锅炉及其他各种各样牵管制造设备所塞满的仓库内 管道似乎在不被观察的情况下会进行生长 并试图通过下水道与其他地下管道连接附近的建筑 目前估计SCP-015包含超过190公里120英里的管道 直径在2.5厘米到超过1米之间 一些管道看起来比较细 其他的则有些生锈并有裂缝 据报告管道是由骨头、木材、钢铁被挤压的灰激 人类的肉体、玻璃及花钢岩组成的 没有管道被发现油签、塑料、铜或任何传统的管道制造材料组成 SCP-015会对侵略行为和工具产生反应 任何表现出暴力倾向 携带工具或无论用什么方法试图去修理或毁坏 SCP-015的人员会引起SCP-015的反应 做出行动者身边的管道会爆裂 并对目标身上喷射其内含物数秒 直到管道的流动突然停止 据报告管道中喷出的物质包含油、水银、老鼠 至今未被鉴定出的某种昆虫碎片、碎玻璃、海水、内脏与铁水 管道会持续在受试者周围爆裂直到目标死亡或撤退 SCP-015在吞噬了这个地区内的11栋建筑后被截断到当前的建筑 至今已有11个人被杀,超过20个人失踪 报告说SCP-015内部曾经传出求饶声与惨叫声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015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